那我那個日本朋友他寫給我教えて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 gozaimasu 嗯 那您說那個 ください那個是る變成い嗎 對 用り加ありがとう那是他們的誤用還是 這樣也是正確的 他是 他本來正常來講應該是 くださいます才對 但是他把它變成中止形的時候 照正常來講是 ください 這樣才對 但是他們這樣的用法 我覺得他應該是 不小心吧我覺得 那個地方 照正常來講不可能變成 くださり 他那個變成用第2變化當中止形來使用 我分享給你看 我先分享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同學講這個問題 各位必須要慢慢去了解一下 他為什麼 這樣用 他的用法到底是什麼 他的用法應該是這樣的原則 今天28應該沒錯 對28 同學看 他變成說 你剛剛講是什麼 他說 教えてくださ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他變成這 教えて 教えて 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對不對 他是這樣用的時候 各位看 教えてくださり 他這個 應該只是把你當評輩來看待 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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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應該怎麼講 並沒有 用最近語 應該怎麼講 所謂的最近語 應該是 O加上 MAS形 再加 Kotasai 或者是 這幾號 加 Kotasai 或者是 Ninaru的用 這個才是最近題的用 各位要知道 同樣是平背的時候 他用這一種 所謂 什麼樣的 K形 再加 動詞 然後動詞用 MAS形 當中子形 中間暫停 然後再加 動詞 各樣的句子結構 那這邊用的結構是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前面這個是 Tesima Tesima Kudasai 本來應該是 Kudasaru 對不對 Kudasaru 他把它變成 第二變化 反為動詞 MAS形 對表中子形 對不對 這個地方 日文的 變化裡面 照正常來講 變成 不會這樣 假的 那他為什麼 變成這樣 可能就是 為了要避免 Kudasai 的句型出來 就句子結束了 這樣 了解了嗎 所以 他在這個地方 用D 最主要應該是 避免這個什麼 Tesima Kudasai Oshiete Kudasai 就請你教我 那 用這種用法是 避免產生 所謂的 第二變化 照正常來講 他的規則 應該是 變成 Kudasai 對不對 但是 我們在 一般的句構裡面 Kudasai 的時候 他已經 這個句子 已經結束了 Oshiete Kudasai 就請你告訴我 所以 為了避免這樣 才用回到 最 原始的 沒有例外的 變化方式 一般以我的話 我是不會這樣用 我一定直接用K型 要不如果是那個 我乾脆就用客氣一點 就變成什麼 O Oshi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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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dini 我避免 不符的話 我會這樣子用 Oshiete 但是用第二遍化 避免这个变成 跟的混淆的问题 以我的做法 我会这样来变 因为如果以日文的古文 他们的用法是可以用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不把它变成 可大赛的句型 但是你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我变成这样 你注意看 教えてください 用到正常来讲 你注意看 这样的句子会产生什么样的误解 教えてください 教我 谢谢 这个应该是 谢谢这个之前你告诉我什么东西 非常谢谢 对不对 是不是你之前有教他什么东西 我告诉他什么东西 所以他才用这样的句构 对 对不对 那你看哦 我现在如果按照变化的规则 是不是 教えてください 是请你告诉我 是不是 这样就产生了误解了 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会变成说 我没有办法判断他 他 到底 有 是在讲 请你现在告诉我 还是 讲之前的事情 因为 请你教我 对不对 平备用这样 不会有私利的 这个才是 真正的问题所在 所以我希望各位要小心 他为什么用 Kutasari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老师 你现在讲的就是说 如果他是写 教えてください 后面写 ありがとう 他是写 ました 然后 这样的意思是 那个什么 请我教他东西 然后谢谢我 这样的意思 没有 你现在是 教えてください 后面你不要管 ありがとう 我问你 我跟你讲是 教えてください 的时候 感觉是什么 请你教我 是啊 做了没有 还没 还没嘛 不是吗 是 所以他才用 Kutasari 表示用宗旨情 就是说 你告诉我之前 告诉我的事情 非常的谢谢 后面用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す 或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した 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MASI 表示我当下 跟你谢谢 如果是MASI 现在的问题是 在Kutasari 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正常的用法 按照变化的规则 应该是Kutasai 对不对 没有错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用意 最主要是 避免出现 教えてください 这样的误解 所以才用 古文的表现方式 用Kutasari 所以 如果是我为了要避免 不必要的困扰 我反而直接用 O-O-S-I-Ni-Nari 这样更不会有问题 我这样是不是用 O-O-J-MASI-Ni-Naru Ni-Naru 绝对不会变 Kutasai 这个的问题 所以 这样的变化模式 两种都可以 通用的时候 我就要尽量 灵活去应用它 我没有必要被限制住 而且 尽可能的 避免不必要的 怎么讲 错误判断 这对我们来讲 这一种学习 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你要怎么样做 就是看你自己 这一种用法 我也很少看到 在古文里面有看过 以往旧的明治时期的小说 他们会用Kutasari 那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 我 比较希望各位 灵活运用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 所有的语言 我跟各位讲过 它是活的 所以 我们在 所有的 排列的顺序里面 我到底应该用 哪一种句型 比较好 自己 要去判断 当我们 当我们 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使用的过程里面 到底哪一个 比较好 就由你自己来选择 没有绝对的好坏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的 重点所在 这个部分 希望 各位 慢慢 慢慢的 去 练习 这个地方 很重要 所以 同学会注意到 这个真的不错 这个地方 一定要 小心 我们 跟我们 变化不一样 并不 代表错 所以 这个就是我讲的 为什么有时候 要把文法 全部忘掉 到最后 要把它全部忘掉的原因 就在这边 也就是告诉各位 我们如果一味的只知道 用文法 当你看到这样的变化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 它是写错 不见得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要多读 就是这样 我们各个各种文章都应该多去读一读 多去接触 接触久了以后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表现模式 而这种表现模式 往往都是跳脱 所谓的文法 但最后语言的表达 我真的希望各位不要被限制住 真的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多看 绝对是最好的方法 真的 这个地方 希望让各位 能够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吗 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 请说 请问一下 您刚刚说 如果我说教えてくださ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个语感会跟那个ください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是吗 一样 比较一样 就是等于这个是我还没有教他 然后他希望我教他这样的意思 教えてください 教えてください的时候就是 我还没有教他 他用教えてくださり表 是他已经教过你 你已经告诉他过了 对不对 是 但是现在你变成くださて 就等于くださり 这样听懂吗 我懂 这样我懂 同样是中指形 因为 A型是中指形 但是ください已经在我们的感觉里面 我们学日文的过程里面 我们所谓的てください 就是还没做 对不对 他已经是句子结束了 我们已经习惯把mas省略 くださいmas 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中指形来看待 了解吗 只要我了解了 谢谢老师 哦不会 其他同学可以听懂 刚刚同学讲的是 教えてくださて 这样 变成 一道地利的中指形 这样来转换 那这样的话 くださて 我们讲过 くださて て行 就等于 中指形 くださり 那为什么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不用ください 因为我们用てください的时候 你注意看哦 我问各位 見てください是什么意思 请看 请看 看了没有 还没 对嘛 我现在刚跟各位讲说 请大家看 对不对 好 我现在跟同学讲说 どぞ よん で ください 感觉是什么 我说 この文章をよんでください 意思就是说 请大家 念一下这段文章 对不对 念了没有 还没嘛 接下来才要念 所以 他为了避免 产生这样的误会 所以 才不用ください ください的时候 本来正常的变化 他本来后面是接 ください ます ます去掉 照文法的规则 他是不是变成中指形 对 是中指形 但是在这边 真正的 take that side 的用法 已经被文法上面 限制在所谓的 还没有执行的 请对方 请托对方做什么事的 用法里面的嘛 是不是 这样的感觉就会产生误解嘛 所以 我比较希望各位 能够跳开 这样的限制 原因就在这边嘛 那你一旦能够跳开 就能够全部解决这个问题了 知道吗 可以吗 这个也没有问题 没有 可以哦 其他同学可以听得懂吗 是大一点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谢谢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所有的文法 为什么不要被限制住 原因就在这边 当我们如果去实际文法的时候 难免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 当我们文法学到一个阶段 然后解读很多东西 我已经可以读懂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文法全部忘掉 就是让他很自然很自然的用出来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再怎么样读 再怎么样认真 你还是有限的 书这么多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书全部读过 而你没有办法全部读过 你就不能讲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当你大量阅读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到 我在这个之前 所没有看见过的所有的剧情 这才是我乐见各位在未来的学习过程里面 要不断不断的突破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 学语言没有终止的一天 你只能不断不断的读 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 不断的认真的学习 你才可以读到更多 看到更多不同的文法 很有不同的用法 真的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 如果不是同学今天拿出来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看到这个 因为这个之前我在读 那个夏木曙时 那个年代的人写的作品里面 就会看到这一种 这个是日本为什么变成 这个都是到后来 在昭和时期 他们对于文字大改革 全部统一化以后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新的假名的用法 而新假名里面就隐藏着 所谓的现代文法的概念 跟旧文法是有一点点出入的 但是那个并不重要 将来同学以后还会看到 我顺便跟同学讲 很多阿异夫的单字就变成 哈异夫也有的 比如说 阿弥这个字 你在将来你有可能就变成叛大阿弥 在那个 在那个 明治时期的作品里面 很多都是这样 阿弥陀他用哈异夫 这个没有办法 那个就是语言 它是活的 它不断的在蜕变 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必须要学会慢慢跟着改变 当你看得越多 你就会找到更多的相对应的字 以及荣味贯头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跟各位讲 学习语言 你要有心理准备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绝对不是短暂的 就这样 因为学无止境 你永远永远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 因为你读一本 市面上已经又产生一百本了 你永远追不上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 有没有问题 其他东西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接着把 那个之前还没有上完的一些文符的说明 例句的说明 把它全部讲完 好不好 那个不用急 那个实义的用法 这些东西 我都希望各位慢慢的慢慢去体会 不用急 不用急 所有的东西 我比较希望各位能够彻底了解 而不是求意识之快 不用担心这些东西 好 一样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好 各位看这一个 这里面 单字 我们全部都看过 这些字绝对不是问题 那你说老师 这个大学士 我连干都没干过 大学我干过 大学生我干过 大学士我没有干过 这个怎么办 没办法就查字典就好 所以但是这个怎么念 我相信同学已经不是问题 对不对 大学就念大学 士就念系 依此类推 泡进去就好了 大学士 拉士 人 没有问题 一样眼镜 我们学过这边对同学来讲 我想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好 这边各位注意看 好 这边三个动词 見て 話 かけました 好 我问同学 我们讲过 这样的句型 这样的句子结构 照日文的讲法 比如说动词 我们讲过 Must型加动词 这同学一定要记起来 现在开始 你必须把这些概念分清楚 动词Must型加动词 代表着就是 变成了 复合动词 同样的 动词 K型 加 动词 因为动词要加动词 只有这两种形态 一个是 动词Must型加动词 要不就是 K型加动词 这代表什么 定词K型加动词 一个是 复合动词 一个是什么动词 K型再加动词 KR KR 这个 变成什么 动词就是动词 这代表着是什么 没有 这个我们都讲过 想看看 用词Must型 我们讲过动词Must型 加动词变成 富额动词 如果加名词 变成 富额名词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是 好 我问各位动词 Tailu 变成什么 你告诉我快点 Ta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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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同学 大家把这些东西 这观念要记住 所谓的补助动词 它就是来用来帮助前面 这动词K型 它的概念就变成了 我们讲过 复合动词变成一个新的字 对不对 一个新的单字 这两个是 怎么讲 它变成了连续的动作 前面动作做完在后面一个动作 所以我问各位 見て話しかけました 几个动作 两个 两个吗 我跟各位讲过 K型的后面是可以断掉的 所以这个变成 先后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 見て 所以他看这边 然后怎么样 接着怎么样 話しかけました 代表什么 什么意思 交谈吗 对啊 かけました 是什么 かける 是什么 什么意思 搭在那个画上面 对嘛 搭话 他对我搭话 对我搭话 对不对 他看着我 看这边 看这边 然后怎么样 对我 搭话 他把我叫住了 跟我搭话的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在看到 所有的补助动词也好 所谓的复合动词也好 我怎么样去练习 感觉他到底是 怎么样一个动作 我问各位吗 现在如果 話しかける 我如果变成 呼びかける 可不可以 对 因为我希望同学 去体会 你不要去死被 单字 死被单字 没有意义 我比较希望各位 自己去感觉 話し 呼びかける 跟 話しかける 話しかける 是搭话 跟我搭话 呼びかける 是把我叫住 一样的 呼びかける 叫住前面 等一下好不好 呼びかけてきた 声が呼びかけてきた 誰かが呼びかけてきた 有人叫我 叫住我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我哥哥 这样的感觉 全部都可以的 我们要去转换 所有动作 复合动词 我必须善用 他组合制的一个概念 他只要是两个 用MAS形 并成一个心智的时候 复合动词 我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我们要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练习 你看嘛 一样 我们知道挂上去 比如说 二样 努力かける 我挂上去 那个感觉 努力かける 这样变成了两个动作 努力かけた 拖挂 这样的感觉 所有的 我们在 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样 把这一种 复合动词 以及所谓的 补助动词 要慢慢的 把它分清楚 我才不会 有所混乱嘛 这个东西不容易 我们必须要 了解嘛 我再举一些例子 给各位看 最常见就是这个嘛 投鼻空母 是什么意思 来同学告诉我 投鼻空母 飞进去 飞进去嘛 对不对 那我这样呢 是你空母呢 跑进去 跑进去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飞进去 飞进去 喝进去 全部都可以 不是吗 好 再来嘛 对于空母呢 一样 吸进去 对呀 所以 我们在 组合制的过程里面 没有必要 被限制住 当你 为什么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们在 组合 单字的 过程里面 我必须 知道 这两个动作 原来是 怎么样的 感觉吗 我再举一个 例子 好 好 例子 给鲁是什么 是张贴的意思吗 是吗 张贴上去 黏在墙上 对不对 我一直给鲁的意思呢 吃进去 吃 寒柱的意思吗 我粘柱的意思 贴鲁是怎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贴鲁是怎样的一个动作 我应该怎么样去感觉 我跟各位讲过 子骨跟贴鲁就平贴住的那种感觉 鲁是进去的感觉 卡贴鲁是挂在上面的感觉 所有的动作都是这样 你必须要了解每一个动作 他产生的感觉是怎样 你这样 你就可以完全掌握住 而不是去死背 这样可以听懂吗 我再举个例子 同样的 这个是应该下面 我问你 贴鲁是什么意思 一样一样 我希望脱颓去几位 决定 我已经下定决心 就是做好决定的意思 那跟贴鲁有什么不一样 贴鲁的意思 我已经贴上这个标签 表示我不会再改变的意思 那跟贴鲁的意思 我只是决定会不会变 不一定 这样知道吗 可以听懂吗 老师 所以贴鲁和贴鲁 就是含着的意思 是 并没有吃进去 就是平贴的感觉 贴鲁是平贴的感觉 所以贴鲁 也就是我把这个定下来 那样的感觉 我希望各位去体会这一种感觉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看到日文的那一种动作的感觉 一样的道理 我问你 我们比较常看 米茲鲁 有没有 我们都背了 米茲鲁是什么意思 米茲鲁本来 我们中文翻译是翻成什么 发现 是不是 看 米茲鲁是粘住那个东西 不是这样吗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在解读句子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这样的判断跟做差别化的时候 你就看到不一样的日文 这个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讲 是不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我们只要掌握住 掌握住这些基本原则 它再怎么样变化 你都不会混乱 最重要最重要的概念都在这边 你只要掌握住这些基本原则 大概就OK 所有的东西 我们掌握住 那一种用法 你自然而然 久而久之就熟练 不要使背任何一个字 你说 你这样去背没有意义 各样背 反而麻烦 我再举个例子 所以老师 请说 所以这边 就是完成的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这样 平贴在上面 用嘴巴含住的 这个就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发现 一样 你再回过头来看 这用自动词也可以 卡卡路跟卡卡路一个自动 一个塌动 对不对 卡卡路是什么 剥落 我把它剥下来 那个感觉 那比较常自然剥落 就是用卡卡路 卡卡路跟卡卡路是一样 那都是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 那种感觉 所有的东西 这些单字 都不应该去背 我一直跟各位讲过 我们在记单字的过程里面 我们永远要记原型 我原型会了 剩下都是变化的运用而已 不是吗 我变化运用 我知道 这些动词前面 只要用第二变化 它就是变成复合动词 只要前面是贴型 就表示补助动词 而补助动词 代表两个连续的动作 那Must型的复合动词 一定代表一个新的单字 产生了 这新的单字 我要去了解它的意思的时候 必须要了解它后面那一个 复合动词后面那个动词的动作 原原本本是怎样的一个动作样态 我才不会混乱 了解了吗 这个地方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看懂 请说 我们举例了这么多的 都属于复合动词 是啊 全部都复合动词 好 谢谢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这些动词 复合动词 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 这个东西 你可以不断的去把它改变 你要自由运用才可以 这个非常重要 千万千万不要去背它 背没有意义 绝对不是在背 绝对不是背 所以我才跟同学讲 这个学习方法很重要 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 请说 这边 所以我如果写 这样的也是韩柱的意思吗 对啊 差不多 差不多的意思 好 谢谢 因为Qui跟Tabelu是一样 他是一样的意思 他是一样的意思 Qui是比较出炉一点的用法 他比较出炉的用法 那我们在用的那个Tabelu是比较一般的用法 是这样 没有问题 还没有问题 其他同学还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着看 各位看 接着 你看 Kochiro minte 这表示一个动作 两个动作 他往我这边看 然后跟我搭话 他跟我搭话 他跟我怎么样 挂上去 好 好 再来 电话をKirato させて 好 我问各位 Kirato 在这边什么词 一看 大概你就可以猜出来了 副词 副词嘛 所以Kirato 我们没有学过这个字 我怎么样去猜这个字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在解读 日文的文章的时候 也必须要开始练习这样的判断 我所谓的练习判断 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单字 我怎么样去猜 要练习猜 我问同学 Kirato 你会联想到 我们学过的单字 什么样的单字 推 推吗 推一下眼镜 推一下眼镜吗 还有什么 副词 副词 基本上 它用来修饰 有变化的字 我希望同学开始对副词要有所认知 日文的副词 有几个特征 我跟各位讲过 它的外形 我们讲过 它如果是这样的结构 一个字 一个处音 再加上一个字 这绝对是负词的样子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我讲过 一个字 一个处音 后面 两个字 的时候 这也绝对是负词 再来 也是一样 一个字 两个字 一个字 两个字 这样 叠字的部分 也绝对是负词 而负词 我们讲过 它是用来 修饰 有变化的字 就是它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它用来修饰什么 动词 零龙 零龙 零龙动词 它绝对不会修饰名词 像这个我们讲过的 你看像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个都是负词的概念 各位要记得 负词跟形容词有什么不一样 平动词 平动词 它基本上就用来表示状态 对不对 然后 副词 负词 它代表什么样的 东西 我们家 动词进去 它所呈现出来的是 这个动作的 感觉 我们讲 副词 它所呈现出来的是 一种感受到的感觉 它不是状态的 就是稍微怎么样 阿沙里是干干脆脆的感觉 偷偷终于好的 到最后怎么样的 这一种用法就是所谓的副词 然后你看不懂的时候 我讲过只要是假名 凭假名 而且有触音的单字 绝大多数都是副词 的结构 因为形容词很简单 形容词一定有意 形容动词 没有意 它这两个词性 全部用来表示状态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整个 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样去转换这些问题 我就希望各位慢慢去体会 所以我怎么样去猜 除了刚刚同学讲的 那样的内容之外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 可以猜的 你要去想 副词各位要记得 他有很多单字是从动词 是从形容词转过来 很多单字都是 我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 你就懂了 有没有看到 Yurelu变成Yure Yure 就变成了摇来摇去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它会把动词 那个汉字省略掉 它就等于Yure Yure 但是我从这个字 我就可以猜到Yure Yure的意思 就是从动词转过来的 那这个字 那这个字 Kirato 一样 我再举一个例子 应该是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 副词有很多单字 是可以猜的 我希望各位慢慢去练习 这样的感觉 说不定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感觉 这个没有触音 Nikoni 就等于Nikoniko Nikoniko Nikoniko就是 Nikon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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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到那个感觉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些字 它有它的相关性 这些相关性 当你发现到以后 你就会觉得它变得简单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学过Kirato 你也可以去联想一下 它是从哪个字转过来的 哪个同学 我觉得同学应该有人看过 这一般的同学 Kirato 你会联想到哪个单字 就像刚刚那个 Nikoni 变成Nikoniko 这个就是 微笑的意思 一样 我念给同学 同学 就知之道 Kirakira 有没有听过 闪闪发亮 星星星 星星星 キラキラしている 不是吗 キラキラ 所以这边キラッド就是什么意思 闪亮的 对不对 那我问你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他眼睛这样 可见他戴的眼镜是什么样的眼镜 同样要去感觉这样的 味道 所谓味道 我们就是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才能够读到他文章背后的真正的美感 那样的美感一出来 你就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希望各位慢慢去体会 眼镜这样 我问你 一般的胶框的眼镜可不可能发出闪光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什么 金属框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戴的眼镜是怎样 金框的眼镜 最少他是金属框的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这个部分 我们在解读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位人士 大学士 就是有学士师修养的人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 大学士在古代 这个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那在这边其实他绝对不是中国古代所讲的官职 那是那个东宗 那个太子念书的那些人 老师嘛 才叫大学士嘛 那在这边因为他戴着眼镜 你也知道他绝对不是在讲古代的那些老学旧 他一定讲的是现代的这些人啊 他戴着眼镜 而且是金框的眼镜 代表着像现在蛮有学士修养的人 那是跑出来了嘛 像那个大学士那样的人 他让眼镜放一下眼镜 SASERUM KIRATO SASERUM 副词修养后面的动词 对不对 他往我这边看的时候 我发现到他眼镜这么一闪 这眼镜一闪是谁做出来 他让眼镜很深闪光 然后看着我这边跟着我搭话 就这样而已 这边GOT是足语嘛 对不对 因为后面没有所谓表能力耗物存在这些东西 所以代表的是足语 都是直接对象嘛 让眼镜发出闪光 看着我这边全部用直接对象O 两个O可不可以 可以因为这边用K形中指形 一个动作 两个动作 三个动作 第一个 他先回过头来 有可能或转身 因为好我问各位 这边没有写到你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白天 对吗 为什么会白天 眼镜会闪闪 眼镜会闪闪 晚上就不会闪光 这个就是他一定有做动作 往我这边回过头来看我 或是摆过头来看我 跟我搭话 表示我跟他应该没有站在一起 是不是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画面了 了解了吗 好 这边还有一个对比的东西 希望各位要学会 发戏跟所谓的 代表着的是 应该有而有 那个就是Lasi 那Poi就是 不应该有而有 什么叫不应该有而有 就是负面的感觉 什么叫正面的感觉 什么叫负面的感觉 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在用法上 比如说一样 所以人家跟你讲Poi 绝对不是在夸赞你 而是在批评你 这个代有 Hiniku 这个字顺便记 鸡肉这个字 Hiniku 就是有一点 聊谈的意思 挖苦你的意思 日本人通常不会直接 网人 也不会直接讲别人不对 他们通常都是用 他们通常都是用这样的比较婉转的讲法 来讲你的不对 所以Poi就带有一点点Hiniku的味道 所谓的Hiniku就是批评的意思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比较重 同样是Otona Otona是成年人 在某种含义上 它带有一点点稳重的意思在 Ot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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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就是你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像个成年人 有成年人的样子叫做Otona 那Otona Poi不是代表就是好的一面 而是说什么 像我们有时候在讲少年老成 什么叫少年老成 就是明明是小孩子 却有着成年人的成熟感 那样并不是好的事 台湾就是不一样 台湾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小孩子小不容冬的 像个大人一样 我们就觉得他好厉害 我不认为那是好 少年老成绝对不是好事 我是觉得孩子就要有孩子一样 成年人就是要有成年人的成熟感 所以这一些东西 就是POI跟LACI最重要的基准点所在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在整个教育学习的过程里面 亚苗助长提早开发孩子的能力 那就是好的 我并不如此认为 我反而认为应该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他的孩童生活 而不应该让他太早熟 早熟绝对不是好事 那只是在伤害我们的孩子 那只是在伤害我们的孩子 像台湾很多很多现象 我并不觉得那是很好 反而有些担心 像有一些小孩子 参加所谓的音乐大赛也好 跳舞大赛也好 七早八十就让他们去学国标舞 我不认为那是好的 孩子就不能失去他那天真可爱的一面 一旦失去了 就没有童年 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 这个就是我讲的 我比较希望孩子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有他的生活 有他的一面 这才是对的 我们在意担心孩子们 输在起跑点上 所以拼命的添压很多东西给我们的孩子 其实台湾的孩子 我都觉得很辛苦 学的东西太多压力太大 相对的 我们到成年人了 成年人就应该有成年人那一种成熟度 而不应该认为 还保留着孩童的心境就是好的 我不认为 人之所以会随着年龄而改变 那是大自然所负于人最大的价值 该老就让他老 该白头发就让他白头发 那种不同的感觉跟韵味 才能够真正展现出你的成熟度 跟你的另外一种优雅的感觉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出在起跑点 这一点我真的不认同 那个是那一些宣传的过程的理念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副作用 我真的跟各位讲 你们家将来有小朋友 你们的孙子也好 你们的孩子也好 我真的诚心的建议各位 不要急着给孩子太多东西 我曾经有很多朋友跟我讲 说我们家的小朋友 想要来跟老师学日文好不好 我第一个我一定都先问他 请问他几岁 只要他们跟我讲 小学以下的我通通不教 他们就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 我就跟他讲 你们在座各位 你们都学过日文 你们都学过变化 你们学过日文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日文是一种非常逻辑的语言 它的变化规则 是必须要有具备理解能力的人 才有办法学的 绝对不是用死背 把它背下来 既然是这样 各位试想看看 这所谓的理解能力 你觉得幼稚园 小学的孩子 他的心智够成熟吗 不够的时候 这样的学习 只会增加他的负担 第二个 最可怕的是 怕他对日文呈生排斥 一旦排斥以后 你要再拉回来 就很难 各位一定要记得 他一旦受到伤害 你要叫他对他产生兴趣 重新学习 我可以告诉各位 难上加难 所以我一概不认为 也不建议 真正要学日文 我会建议各位 你们家的小朋友 最好到国中 最好到国中以后 再来学 绝对来得及 我跟你保证 真的 你们将来的小朋友 家里面的小朋友要学 我真的建议各位 不要心急 太早亚苗助导 绝对对孩子 没有好处 反而会 伤害到他 学习的兴趣 我比较希望各位 了解 你们学过 你们就会 有所体会 慢慢的去体会吧 因为这些东西 我如果像刚刚 Lassie跟Poi 我跟小朋友讲 他们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 所以我们怎么样 把这样的东西 交汇给孩子 而且日文有所谓的 禁语的问题 我都还担心 国中的孩子 都没有办法弄清楚 职场的用语 代表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讲话 要这么负责 还要分长体静体 静体还要分 尊敬语跟谦逊语 弄那么复杂 干什么 因为中文没有 英文没有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里面就会到处撞墙 对他来讲 就觉得学习日文 很麻烦 这个就是我讲的概念 那成年人部 不一样 成年他具有判断的能力 他可以消化吸收 甚至于改变 这就是我希望 让各位顺便了解 日文的特质 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各位不要小看这么一小段 两句话而已 但是应该讲三句 一个贴 两个贴 三句话 这三句话而已 真正引带出来的日文是这么负责 这些东西 你如果没有判断的能力的时候 我再讲点 贴行 中指行 先后动作 这些都会对孩子造成负担 但是对成年人来讲 一听就好 所以各位了解这样的内容就可以 这一句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 哪位同学想要练习朗读看看 没有 我希望现在开始 每一句话 我都希望让同学有练习 开口朗读的机会 以后再教同学们少句 你再做练习 就会更熟练 你就不会有恐惧感 朗读久了 你对于日文的语感 也会变得强 这边顺便跟各位讲 口级就等于口级啦 这个顺便让各位知道一下 这个必须要知道 那个是口语的 口级就等于口级啦 手级就手级啦 口级就口级啦 一样一个口语 一个正式的用法 这两种用法 你了解就可以 这个知道一下 哪个东西想要念看看 顺便调整各位的音调 你了解 想听我的对面 当然可以 请你了解 那是大学是拉斯人的 你用台高 那是大学是拉斯人的 平板一点 不要拉斯不要 拉斯就好 再次 那是大学是拉斯人的 你用台高了 那是大学是拉斯 拉斯 对 那是大学是拉斯人的 那是大学是拉斯人的 不要急 慢慢来 那是大学是拉斯人的 眼睛的 那是加约 별 那么没有 是拉斯人的 这是大学是拉斯人的 第六辈青 对 口级 这个 ��� 알� transmitter 很好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拉平的時候 那個唸起來比較不會用力 對不對 這個要特別注意 不要抬高的地方 盡量不要隨意抬高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樣各位要記得你在朗讀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很費力 表示你發音用力用錯了 就這麼簡單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為什麼希望各位念 你在念的過程裡面 你才會發現哪個地方會卡卡卡卡卡的地方 就表示你的音階有問題 慢慢去調整注意 我希望各位不是去注意一個字一個字的音調 而是注意整個句子的音調 你這樣練習慣了 以後你就會念得很流暢 這個很重要 你只要學一個東西就是斷句的位置就可以了 可以嗎 Suki 下一位 有沒有東西要試看看 快點 難得機會 你就盡量練習 我來試 好 都走 那邊不要斷 話し掛けました 我講過 話し掛けました 是變成一個字 所以不要斷掉 再念一次 話し掛けました 又斷了不行 話し掛けました 話し掛けました 很好 來整句 從頭再念一次 Sono 開始 來到時候 Sono Gakushi 不對 跑掉了 少了一個帶 Sono Dai Gakushi La Si Hito Ga 奇怪 你們這邊 La Si 你都會拉高 兩個都一樣 注意聽我念 Sono Dai Gakushi La Si Sono Dai Gakushi La Si Dai Gakushi La Si 因為你把 Si 拉長的時候 La Si 就拉就排高了 不要 我們再念一次看看 來 どうぞ Sono Dai Gakushi La Si Hito Ga 很好 Megane Megane Meganeを Kira To Sase Te Koji Yomite 話し掛けました 很好 有沒有發現 Neganeを Kira Masita 念習慣了以後 再長都一樣可以念 念得出來 剛剛你那個斷句的地方 Meganeo Kira To Meganeo Kira To 斷得很好 這邊可以斷的 副詞就當成一個詞一個助詞 後面是可以斷的沒有問題 Meganeo Kira To Sase Te 當然最好 不行的時候你就Meganeo Kira To Sase Te Ok 你也可以這樣Meganeo Kira To Sase Te Ok 你也可以變成這樣Meganeo Kira To Sase Te 都不會有問題 知道嗎 因為一個詞一個助詞 我講過 語節全部都是可以停的 慢慢 同學比較大的問題是Rasi 這個地方 來全部同學一起念看看Rasi這個地方 抓音感 因為兩個同學都出同樣的問題 那邊不要抬高 請跟著我後面念就好 Sono Daigakshi Rasi Hito Ga 自己去抓那個音感哦 再一次 Sono Daigakshi Rasi Hito Ga 你也可以這樣斷沒有關係 Sono Daigakshi Rasi Hito Ga 再一次 Sono Daigakshi Rasi Hito Ga 因為你C一拉長就會變成C R R R就會被提高了 你短一點 Sono Daigakshi Rasi Shi Rasi Sono Daigakshi Rasi 可以嗎 再念一次 Sono Daigakshi Rasi Hito Ga 可以哦 Shi 當然就拉長了嘛 我們講過日文的長音是 R段音加R E段音加E 對不對 Ytc嘛 所以Rasi 我就直接拉長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長音的概念 再來觸音的頓音 分清楚 語節就會更漂亮 他帶一個語節嘛 Kirato Kirato Koji Kirato Koji 再念一次 跟著念 Kirato Kirato K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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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記著 不要趕 不要趕節拍 不要趕 通通不要趕 Koji 三拍你就乖乖念三拍 不要赶那一秒钟 0.1秒没有意义 哪位同学还要再念一下 再一个乖点 有谁想要练习一下 要胆地念 不用怕 反正 再念一次 你那个大学习的代 有一点点音跑掉 其他同学注意听 这个地方请你注意 来再一次 你是念成代 不是代 代 再一次 又跑掉了 再一次 对 大学习来自 眼睛 眼睛 再一次 其他同学 跑掉了 然后 其他同学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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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同学 我说 我说 很好 来第一句再念一次 道歌就好 这个大学习 不要赶 不要赶 很好 来再一次 这个大学习 是代 对 代 大学习 大學士 來 整句 大學士らしい人が眼鏡を切斗させて 要跑掉了 切斗變成疑定了 切斗 不要急 眼鏡那邊開始再念一次 眼鏡を切斗させて 你這個拉跟你有仇 一直不跑出來 再一次 不要急 眼鏡を切斗させて 很好 を見て話しかけました 對 像你後面唸話しかけました 就唸得很好 你的問題是 切斗 大学士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自己感覺不到 你代語那個字念不出來 你跑掉音 你沒有感覺的 知道嗎 其他同學我相信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你再把大學士再唸一次 大學士 對 大學士 那個哭不要唸太重 再唸一次 大學士 很好 知道 那個去抓那個 你那個代剛剛發音有一點跑掉 跑得很嚴重 所以那個不改掉 以後你就會一直錯 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我希望同學朗讀 沒有 為什麼我跟同學講 我會鼓勵同學不斷不斷的朗讀的原因是在哪裡 因為你讀了以後 你才會發現到自己錯的地方 而錯的地方 一改 以後就不會再錯 因為對你來講 那個地方就變成了重點所在 可以 然後 第一次是戴 戴 戴 戴帽子的戴 喔喔喔 知道 你戴有一點阿的音 賴的音 知道 戴帽子的戴就對了 好的 其他同學還沒有要試 沒有的話我們就看下一句 我不要敢 我靈感同學 每個人想嘗試 每個人想做的 就盡量提出來 多練習 不要怕錯 錯沒有關係 一直改 一直改 改久了 你就習慣了 而且你才會敢開口 我不騙你喔 你會不容易 要開口不是容易的事 上次我跟各位讲过 那是需要勇气 你不要讲说跟日本人讲话 你光是朗读 你都需要勇气 因为你念出来 虽然人家看不到你 但是你还会觉得念不好不好意思 那种观念是不对 后来不重要 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学 你会了你干嘛还跟我学干嘛 不是吗 没有问题 我们整个全部再跟着我念一次 不要开麦克风 直接念就好 跟着念 その大学典らしい人が 眼鏡をキラッとさせて こっちを見て 話しかけました 像这样的句子 最好就是切成四句 就这样 长短 刚刚 再念一次 练习念 反正你就按跟着录音那样 我的后面跟着念 这样就好 你也不用跟着我念 你就自己念都可以的 要相信自己可以 好 再来看 下面这一句 全部都是实力型的用法 好 再来一个词 一个助詞 一样 这个一样 一个词 一个助詞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 一样 这边用 这边用 他里的句型 一样 这边又是 他里的句型 好 各位看 这边一样 我们就不给各位念 一个一个单字的 我就直接标音出来 解释给各位听 要练习 我们等后面再练习 没有关系 好 好 各位看 阿沙瓦 足以强调后面 这标示是 付助词 付助词 表达的是 我个人的 意志 感觉 所以 早上 日子 から 起きて 第一个动作 到这边 贴形 中止形 在两点 左右 起床 好 那这个地方 Koro 这个字 我希望各位了解到 他的汉字 是写这个 各位要记得 Koro 汉字 是写这个 他有两个读音 Koro 跟Koro 我们有时候 会变成Koro 什么时候念Koro 什么时候念Koro 这个就是 复合字的时候 就要念Koro 这边 表示两个字 所以 独立就念Koro 如果是 复合字的时候 什么什么Koro 才会这样 来转音 所谓的转音 多半都又是 我们讲过 两个汉字 两个汉字 用怎么样说明 比较容易让同学了解 一个汉字 两个汉字 前面这个汉字 尾音 如果是 汉字 或者是 或者是 妈行 或者是 那行的时候 后面的 后面的 汉字 就会产生 连着 就是 拙音 的部分 就会 跑出来 也就是会变成Koro 这个 是 基本上的 概念 所以 组合字 才会变成Koro 如果是 单独 存在的字 就是Koro 就可以了 所以 两点左右 什么时候 起床 从 从 两点左右 就 起床 然后 怎么样 让谁 吃药 Noma 加Sale 本来是Normu 用低变化 加Sale 这个就是 死意型的用法 Sale 变成Tali Tali的用法 表示 做什么 又做什么 第一个就是 让他吃药 每天早上 我都是 两点左右 从两点左右 就起床 让他 先吃药 然后 再怎么样 帮他煮粥 Yatai Yatari 这是Yaru Haku Yaru 这等于下 再讲变化 Ogiru 上一段 动词 去掉 Ru Jia Te 所以 他就变成了 Ogite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Nomu 变成 Nomase 好 这一个字 一个一个变给各位看 Nomu 五段动词 用第一变化 Noma 对不对 这没有办法 Oma Seiru 好 各位看 Bamu 变成了 第一变化 加上Seiru 死意 对不对 死意形 再变成 Tari 它是不是 下一段 所以就变成 Nomase Tari 就这样 它只是 去掉 Ru 各位看 去掉Ru 变成 Tari 就这样 我把变化的地方 画出来 让各位了解 它是怎么变化出来的 所以变成 Nomase 变成 Nomase Tari 就这样 好 再看这边 Tari Tari 接着 Oka U O 这边为什么多一个O 这个跟郭汉一样 KaU 就是训读字 所以 美化 周 这个字 加一个O 表示 美化过的字 好 煮周 用Tag 煮饭 午餐 Tag 也是一样 这两个字 都一样 知道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第一个看 Nomase 好 接着 Taku 我们讲过 Taku Kui 施洗 五支 Ku 变成 Y Jate 这个 Yaru 变成 Yate 对不对 所以 这两个 各位看 一样 我变给各位看 Taku Tui 它变成了 A Yate 对不对 好 加上 Yaru Yaru 等于 Suru 做的意思 所以 它变成 它行 是不是 Yaru 五段 动词 它就变成 Yat 把 再加上 一个 Yat 就是这样 所以 Tai Yate Yat Yari 就是变成 这样 跑出来了 所以 所以 你看 Tai Yate Yat Yari 其实 这边 我也可以 加一个 顿号 把它 区隔 开来 两个动作 起来 主舟 Tai Yaru 就等于 Tai Suru 的句型 做 主舟 的 动作 有没有问题 老师 举说 那个Taku 不是本身 就动词了吗 是啊 也是动词 那不能直接用 那个 Tai Yate Yari 就好了吗 Yat Yari 可以不做 这个可以不要 我的意思说 Yat 知道你的意思 就要 对不对 Yat Yu Yate 对不对 Yat Yate 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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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没有问题 那再加 Yat Yat 的意思 就是 讲Yat 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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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主舟 两个动作 了解吗 差异在这个地方 老师 你再讲一次好不好 好 你看 他这边就是 做主舟 这个动作 那 如你所说的 我不要Yat Dari 可不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他的意思 是在告诉你说 我做这个动作 又做这个动作 两个动作 实际上几个动作 前面还有一个起床 我先起床 然后或煮药或煮粥 是不是 两个一起做 是不是 我做这个又做这个 对不对 因为要做这么多事情 所以 如你所说的 我这边不要 可不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然后 你这边最好怎么样 加一个 就这样 我们讲过 他为什么要用 Yatari Yaru 我们讲过 他里后面 是不是要加 Suru 有没有看到 这边没有Suru 你注意看 有没有看到 没有Suru Suru的意思 就在告诉我们 是做 这个动作 Pari Pari 的时候 一定要 再用 Pari Pari 我把这个 复制起来 给你看 很好的问题 同学书一看 我们去 如果敢给你看 比较给你看 比较给你看 对不对 我们讲过 Tari Tari的巨型 最主要 最基本的架构 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各位要记得 Suru 等于 Yaru 有做这个动作的感觉 Suru 等于Yaru 是什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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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原型 那シマス是スル的 一年語 好 他再轉為ビータス ビータス是什麼 スル的天訊語 那サル 是スル的尊敬語 就這麼考驗 好 他等於できる できる又是什麼 他的可能性 那一個字 很考驗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有這麼多的表現方式 而我們都沒有去注意過 這些東西 比較少講到 所以各位以後要記得 スル等於ヤル等於シマス等於ダス等於ナサル等於ベキル 好所以你看這兩個句子 這邊是タリ 後面有沒有スル 沒有 有沒有看到 沒有スル 他是利用這個來當作スル的動作的感覺 是這樣 所以你也可以用剛剛同學講 我用這個タリ タイタリシテ 這樣也可以 但實際上還可以怎樣 我也可以タイタリ 這個地方我也可以用ヤル タリ 這邊就不要 我就用ヤル 或者シテ 都沒有問題 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 我變成把タリ弄到這邊來 也可以的 完全沒有錯 是不是 タリ タリ スル的標準句型 我要各位記住的是這個 タリ タリ的標準句型用法 所以你看 這邊是不是 タリ タリ 他利用這個ヤル 來做スル的表現方式 這邊 タリ タリ スル タリ タリ スル スル 一樣 有解嗎 這樣可以聽懂嗎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為什麼不會有標準答案 我最怕學生問我老師什麼是標準答案 我覺得沒有必要 有沒有問題 你那個 後面關號 那你底下有畫一條線 所以你這個 是只有這個 代表 就是表示是 或者是整個 代表 你用 都可以 等於 沒有沒有 因為我有點疑問的是 因為你那個 底下有畫一條線 然後 也畫線 所以不太了解說 你是 貼型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貼型 其實應該畫這樣才對 這樣你就懂了 了解 謝謝老師 這樣知道 任何小問題都問 問到懂為止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我希望同學去看懂他 去看懂他就好 所以 到底要用 還是 都OK的 他在這邊 這些字全部 你說 可以 可以 為什麼 是他的可能性 你說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 都可以 看誰講話 看誰講話 我講話 我表示客氣 用他 都可以了 我半夜起來 給 給媽媽 吃藥 為媽媽煮粥 這都對的 了解嗎 這邊 有沒有問題 可以聽懂 請說 剛剛的那個 路變成他裡 他這個是有的規則 路變成他裡 對 就是那個 不行啊 他行的變化 你不要管你啊 不是他行的變化嗎 對不對 對 好 謝謝 這樣聽懂 師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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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删掉 比较容易看得懂 变化的位置在哪里 有没有 一样啊 这个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看到 Ru toima Ku ima Ru去掉 直接加Tari 下一段啊 这个是下一段 那这个是五段五段 那五段就用口诀嘛 Kui Sisi Uziu 我不是有教过你们吗 你看 就这样而已啊 你只要把这个记住 你自然就会变的 他没有那么难嘛 没有那么难 不用担心 Kui Sisi Uziu 就解决了 可以吗 没问题 没问题哦 好所以同学看嘛 然后怎么样 早上 两点左右起床 从两点左右起床 开始给他喝药 然后煮粥 做煮粥的动作 好 好 这个处音 这个用法 我们讲过 这个 各位要注意的用法 各位记得 出音的 我们讲过 他就等于什么 Do 等于 Do Yu 等于 Do O Q No 这个就是 所以 他有时候 也可以等于 Wa 变成 猪瑜 所以 这边就变成 所谓 晚上 所谓的 晚上 所谓 晚上 或者是 在 晚上 怎么样 睡觉 这件事情 这个后面的 No 变成了 代名词 睡觉 这件事情 是怎样 一直 经常 怎么样 所以 经常 应该是 很晚 好 这个 又是一个 很重要的 用法 一直 我们 讲过 各位要 记得 这个 巨构 的 运用 各位要 记得 询问词 加上 mode 的时候 就等于 全部 代表 全部 所以 一直 mode 就变成了 前面是 一直 表示 时间 不管 任何 时间 也 也都 怎么样 所以 他就等于 什么 精神 的 意思 了解吗 好 一样的道理 誰 就是 谁都会 任何人都会 所以 这个是什么 各样的问题 不管是谁 都会做 一直 我 我 我 你 我 一直 经常 迟到 我 没有 连小朋友 都会 这个就是 一问词加 摩 的用法 一直 我 一问词加 摩 的用法 希望各位 要记得 很重要 这个用法 经常会看到 可以吗 到这边为止 有没有问题 这个希望各位要记起来 不要忘掉 一问匙加摩 我们很少注意到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各位看早上 从两点左右就起床 让病人吃药 然后喂他煮粥 所谓的晚上睡觉这件事情 经常都是很晚吧 看这样每天忙的那个样子 你应该都很晚睡一觉吧 这边有几个剧情 K 哈利 希望各位记住 日文表现的 四种最经常用的剧构 A型 A型 带加 动词 这个代表 情绪的动作 有 先后秩序 要注意 有先后秩序 第二个 K 卡拉的用法 再加 动词 这表示 立刻 做的意思 我 做完前面的动作 立刻做 另外一个 Nagara 这个就变成了 同时 同时做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还有最后这个 Pari Pari する 就表示 做 什么 又做什么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几个 动作的用法 希望各位一定要牢牢记住 A 这几个动作的用法 很重要 希望各位 把它记起来 也就是 我们在一般动作的用法上面 他一定都是用这四种表现方式 比如说 这个是 动作的表现 前面举个例子给同学看 A 这三个 连续动作 第一个 早上起床 吃饭 上学去 先做起床的动作 然后 再吃饭 再去学校 连续动作 有先后次序 好 这个就是 五行五 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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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邊看便是同時做 對不對 好 再來 テレビをにあり ご飯をあべありします 對不對 我打算今天在家裡面 只看電視吃飯做什麼跟做什麼而已 我什麼都不想做 所以這個